快乐分享简单煮 今天和大家分享吐司好吃的做法 首先把吐司对半切开 然后在盆中打入一个鸡蛋 之后加入30毫升的牛奶 把它们搅拌均匀,备用 准备一块芝士片,对半切开 把锅预热,放入5克的黄油 滑锅 随后把牛奶鸡蛋液倒进锅里 然后放入吐司片,均匀的粘锅上鸡蛋液 接着小火煎制 煎制一面定型后,把锅推动一下 然后把蛋饼蛋扣在盆子上 再把蛋饼放回锅里 再次放入5克黄油,继续小火煎制 煎制定型后,把蛋皮的四周折叠好 然后加入切好的芝士片 加上适量的炼乳 之后把吐司蛋饼对折,重叠 形成漂亮的形状 再稍稍的煎半分钟就可以了 哇,好香啊 这样做的吐司鸡蛋饼既简单又美味 用来做早餐或者午后小吃也是非常的不错 喜欢请不要错过 欢迎进入我的频道 更多的美食在等着你哦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,拜拜